大国外交最前线 这一站是雅典 大家早上好 现在呢 我同事们要到希腊的总统府去 好 现在出发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希腊的总统府 这里是在雅典的市中心 一座上海天地市的建筑 现在呢大家要排队过安全 然后到指定的区域去走 才好报道 做记者真的还要有点耐心 按点结束 每个记者都达到了圣线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欢迎仪式的现场 媒体记者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希腊的工作人员正在对红产做最后的整理 在今天的欢迎仪式上 担任仪仗任务的希腊总统卫队 现在正沿着红地盘走来 希腊总统卫队士兵的服装非常有特色 深红色的船型帽 长长黑色流苏 被称为白者巡养的白色衬衣 还有有着黑色大绒球的木质鞋 他们独具特色的服装 还有非常有标志性的动作 可以说是希腊的象征 据说每一个新兵 完全掌握这样一套 被称为太空步的独特动作 叫六个月的时间 而这次这些非常熟练的士兵 为了让欢迎习近平主席的欢迎仪式 能够做到最完美 他们提前两周再次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在很多的大国外交的场合 特别是在网绑国举行的 隆隆的欢迎仪式上 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 欢迎仪式结束了 请要赶出去工作了 大国外交最前线有点有面 继续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